本屋憲議會第十九屆第七次定期會 第十九次會議憲政總質詢 請主席宣布開會 憲長、副憲長、秘書長、憲府各局處主管、本會各位同仁 媒體的各位好朋友 電視機前的各位鄉親 大家早 我們上午的議程還是憲政總質詢 那有三位 就是李天靜議員、徐毅凱議員跟程海山議員 地方的開發 地方的開發 低度開發 你像 農民必所鎮定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包括鳥羽的露營區 現在可能因為這兩年疫情 所以做的可能也不可能做得很好 但是這種低度開發 增加了憲夫的一些特點 我覺得這個可以去做 像上次 我們去 去考察的時候 我們的花蓮資本 我就看到了 其實這個 真的是一個可以 可以考慮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做法 澎湖最缺的是什麼 遮陰啊 走到哪裡 走到哪裡 都是一個大太陽 我們的遮陰 因為我們的樹 要種的話 真的很不好種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這個地點我忘了 因為我們是去吃午餐的時候 剛好到一間餐廳之前 我看到這個 這個 你看它的做法 我覺得它的遮陰做得不錯 我們可以考慮 類似的遮陰 類似的遮陰狀況 甚至它上面的形狀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天人菊 一些澎湖特有的 或是雲雀 造型改一下 那這個遮陰 你看它底下 底下是 座的 人格在底下座 可以做一個遮陰 我們 管副喔 幫他們找一個座 建設這個 共榮市遊樂 共榮市遊樂區 可以嗎 董醫師 可以幫他們找一個 找這個土地嗎 主席議長 謝謝許議員的指教 那個 目前我們規劃是在那個 正好在大城北 要去大城北 環保局 右轉以前 左邊就是原來一個營區 我們現在有一個直樹 那邊房子也越蓋越多 從那個富石工業 再一路上來到大城北 這個區塊 所以目前福西 我們是有構想在那邊 但是這個還是要 配合鄉公所的議員 這樣尊重的地方嘛 所以我們 在持續在溝通中 如果說他們 願意說認為 設在那個點 是很好 那我們就設 如果說他們認為說 希望設在 湖西的中心點 那可能就是在那邊 看哪一個地方比較恰當 因為 湖西原來的舊公所那邊 人口是比較多 但是那個 戶地比較小 所以各有利弊 我們正好在跟 湖西相公所在討論當中 確定以後 到時候如果 有一個概略的方向以後 會跟 医院一起 邀請您一起去 大家討論 看看地點怎麼樣 馬公的醫療資源 馬公的醫療資源 我們號稱是最差 但是 蓬南的 醫療 那是真正的更差 那怎麼能夠提升 將它提升 我們的硬體設施 確實真的是很差 所以我在10月的台會要求是不是趕緊找土地 趕快的找到土地規劃 然後要進會 但是那天 局長有什麼分析解釋 砍涉到裡面的兩塊屬於土地 我認為這個都不是問題 因為我們為了需要人的土地 同樣是納稅人的錢 該給的我們就要給 如果能夠將這兩塊屬於土地能夠整合 那都會哭啊 你期待的所在高通、安全、面積又大 我們包括以後的護件 包括護件 包括整個這些醫療的設備 我們都有足夠的空間 記者聯合報導